他们70几年前冒着生命的危险 抛家舍家企业到台湾来传道 历经70几年的耕耘跟兵手敌主 所以才有今天的道场 跟世界各地一贯道的普化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和田师 还有各位道务助理 各位学长 给厚学一堂课的时间 跟各位学长共同来研究 今天厚学要报告的是 孟子论里面的告知 孟子在鲁学的思想里面 孔老无子是讲人 那么孟子他是提倡义 因为在整个历史背景里面 孔子时代是在春秋时代 那么孟子是在战国时代 所以在孟子论里面 孟子就讲过这么一句话 这个时段战国时代跟春秋时代 无有益战 都是为利 那么很像我们现在的时代 整个社会充斥着公立社会的心态 那么把人与理智 这些道德习性 已经慢慢地淡化 那么后学今天要来报告的 这个题好像以前已经把 那个part point传上去 我们加拿大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好感恩 那么后学的纲目是做成 大道若大道大路 人病不求耳 也就是说 这个大道就像我们日常在走的道路一样 非常的稀松平常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 人这个病就是 人有一个弱点 就是怎样 不用心地去追求 所以让这个道 不能在生活当中来体现 那么好 我们来看我们的经文 有没有 我们的经文就是公都子曰 金氏人也 还没有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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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只有在第一个page 我们的经文就是公都子曰 有没有看到 公都子曰 金氏人也 霍为大人 霍为小人 何也 孟子曰 从其大体为大人 从其小体为小人 公都子呢 他是跟孟子呢 从学 那么他有机会的 就请示呢 孟子呢 他说 这个金 跟我们现在写的 这个土字旁的金呢 是一样 也就是说 人呢 都是一样 吃无骨 睡觉 喝茶 但是为什么 会有大人 跟小人的差别 但是我们要了解 这里面讲的 大人跟小人 不是一般社会 讲的说 萧小不屑的人 也就是 国户所讲的 人 人耶列分为八个等次 就是圣贤 才智 平庸 愚劣 人有耶列 我们谈话讲的是说 一样迷累 可以养百样的人 实际上没有那么多 耶列来讲 就是 八种人 就是有圣贤 圣跟贤 还有有才能的人 还有有智慧的人 还有平庸的 还有宜列的 所以这样分起来 耶列有八种 那么这个八种 怎么样来分它 可以了解呢 那么孟子就讲 就是从大体为大人 这个从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 待人皆悟 能遵从 大体 为主的人 那么这个就是 为大人 如果从其小体 就是比较自私 只是看在一些小地方的人 那就称为小人 面子还记得呢 下一页 下一页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孟子是怎样 来对答 那么 公都子又问 即使人也 或从其大体 或从其小体 何也 曰 耳目之观 不失 而必于物 物交物 则引之而已 心之观 则失 失 则得之 不失 则不得也 此天之 所以我 则也 先立乎其大者 其小者 不能夺也 此为大人而已 那么 这一段 公都子 当孟子跟他讲说 从其大体 就是为大人 那么 从其小体 就为小人 这样听起来 我们也感觉很笼统 那么 公都子就追问 那一样都是人 为什么有人 是从其大体 思考的方向 跟层面会比较宽广 那么有的人 为什么思考的 会比较小呢 那孟子就讲了 我们每个人 都有耳目之观 也就是说 我们身上有六根 也就是 银耳鼻舌身 意 这六根 那么如果 他不思考 而 避于物 这个避 就是蒙蔽 遮蔽 因为遮蔽 我们清静 灵明的本心 我们就会 缺乏 波鲁妙字 没有判断能力 去分别 是非 所以会蒙蔽 于物 蒙蔽在外在的什么物 就是 色身香味 触发 六成 就是会被外在的东西 所蒙蔽 物交物 因为 眼耳鼻舌六根 是我们的 本有六根 但是那六根 如果我们切发 清静 灵明的 本心的判别 那么我们就会 做一些 违法的事 不合一理的事 那么物交物 第二个 后面这个物 就是 如果我们 眼耳鼻舌六根 跟六成交互 产生 色受 那么我们就会 产生 懒酌 跟 堪爱 就像 我们眼睛 很喜欢看 形形色色的 耳朵 很喜欢听一些 迷迷之音 那么嘴巴 有时候 很喜欢 吃一些 对我们身体 不一定 很好的东西 但是因为 碍于我们的 欲望 每个人都知道说 像 现在整个社会 过度油炸的东西 不要吃太多 吃太多会怎样 产生三高 但是有时候 人就是不能控制自己 会被这些物 所引诱 诱惑 那就叫做物交物 折引之而已 那么就是这个 就是诱惑 就会被外物 所诱惑 而怎样 所引导 心知观则失 但是这个 我们灵明 清静的本心 它是有 技术 能思考的能力 既然有 思考的能力 孔老子在 跟我们讲的 我们要有 审辩 跟 独行的能力 因为有一些事情 透过审辩以后 我们才可以知道 是非 轻重 如果没有判别的能力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 蒙蔽在这里面 而被 诱惑 失责得之 不失责不得也 所以如果 透过我们的思考能力 我们就会产生 判别 那么就可以知道 它可以 跟不可以 所以孟子跟我们 讲得很清楚 人在世上 有能 为 与不为的差别 为 就是 该做的 跟不该做的 就在孟子里面 讲得很清楚 比克利来讲 像我们 如果为老人而择之 就是有一位 长者 他走路需要拐杖 他要求年轻人说 年轻人 你是不是可以为我 攀折 一段树枝 让我做成走路的拐杖 那这个年轻人说 这个我不能做 我做不到 所以孟子你就下了结论 这个是不为 而非不能也 所以不能跟不为 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什么叫做不能呢 孟子论里面也讲了一段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 叫你夹泰山 以超渤海 就是我们的 地下 夹一个桌子 或者椅子 来跳过我们台北的淡水河 那有没有可能 那是不可能 所以不可能就叫做不能也 所以孟子在不为跟不能 跟我们讲解的很清楚 那么我们今天修道学道 如果有一天 对血染跟后血都是一样 我们到年纪大了以后 身体都会怎么样 比较衰弱一点 那么如果有一天 我们到医院去给医生看 医生说 阿伯 你营养不良 你要炖排骨或者鸡腿来吃 这样才营养才够 要不然 你可能一天比一天虚弱 那有一天你就要翘变子 那么请问各位市长 我们今天学道 学道这一段时间 我们到底要不要 为了我们设身的身体 来杀身 来养我们的肉体 养这个短暂几十年的肉体 或者是要延续我们的慧命 这个就要透过智慧的思考 因为有智慧的思考 我们就能明辨示威 因为人 所以后也认为 我们要理解生命跟慧命的差别 生命是短暂的 纵然我们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也是一世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慧命 一旦被物欲所蒙蔽 那可能就会怎样 生生世世 都万年已 就没有智慧了 所以这个当中 孟子在教导我们就是 失而得之 不失则不得 所以思考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但是问题来了 要思考要凭借什么 所以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鸟随凤凰灰能源 人扮圣贤品质高 所以我们修道人 老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们白天在半道 在修办很忙碌 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 还是要把心性充实一点 读一点圣贤的书 让我们才不会被外在的物意 在修办当中迷失的方向 所以 此天之所以我则也 孟子就讲得很清可图 这个能思考的是从哪里来 是上天老母给我们的 每个人都有 实际上以佛经来讲 是一切有情的众生 皆记住 众人最小的蚂蚁 软动的虫 他都有 爱护他的家人 只不过他们 你看我们如果在厨房 看到那个蚂蚁 减食到可以吃的东西 他都会 回到他的蚂蚁窝 跟他的同僚 告诉他们 前面有好吃的东西 不知道有没有观察到 我们如果在厨房 有时候看到好几只 蚂蚁碰头的时候 单一只那一只 就是刚才去 吃到那个糖果 或者食物的时候 他回过头来 跟这些鞋子 这些蚂蚁兄弟 说赶快赶快 往前就有东西可以吃了 这个就是怎样 一切有情 本来都有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那些蚂蚁鸡 他们也是有思考的能力 如果他没有思考的能力 那个鸡 怎么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比我的闹钟都还要准 都会教训我们 所以 孟子后来做结论 先利夫其大者 则小则不能夺野 所以如果我们起心动念 都有一个轻重缓急 大小的这个观念 那么我们就不会这样 一页本分 我们会守住 我们办事人员该有的分寸 我们在修办当中也是一样 在修跟办 修自己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为修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习性毛病 但是办 就是在道场服务 但是有时候在道场服务的时候 我们会看 没有因为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五助众生 我们都是无名的众生 有时候每一个人 有每个人的习性 实际上各位习性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思考过 我们的习性要修改是怎样 好不好改 有点难 但是这个难 不代表不可能 难是怎样 如果行细渐进 人还是可以成长的 如果我们画地自现 那就不可能去跨越 所以这个 则小则不能夺 这个夺就是怎样 倾压 就是大小 它不会被倾压到 所以我们来看看老前人 他到台湾来修办的时候 台湾因为当时 国内的战争 延伸到我们整个道场的文化的改变 所以我们的张老前人 常常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 进出警备总部 就像走厨房一样 各位说 走厨房 各位学长不知道听得不懂 好像走廚房的 就是像昆道走厨房 有没有一天走好几趟 那我们张老前人当时在修办的时候 警备总部如果有人报备 他就对啊 张先生你到警备总部来说明说明 我们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跟老前人进得修办的时候 老前人就曾经这样讲过一段 有一次呢 警备总部也要请我们的老前人 到警备总部去 那老前人跟他说 好先生你请等我一下 我去准备一下 我的毛巾洗盆 还有我的那个毯子 那个警备总部的人就跟他讲说 张老先生你今天不必带这些东西 因为你来交差一下 问一问 马上就可以回来 因为怎样 以前的习惯 老前人如果到警备总部去 可能要经过怎样 好几天好几月 要到那里过夜 接受警备总部的盘查 然后才可以怎样 回到家里 然后才可以在道场 引导我们 所以老前人常常在道场 我们在进德学位班的时候 当那个时代的背景环境 很多的报纸都说我们一贯到是 不合华的 邪教 跟我们讲成怎么样 我们是关着门户脱着衣服在上课 可以说你到一贯到的道场这么久了 你有没有在道场脱过衣服听课的时间 有没有 我们不只是不可以脱衣服 而且要怎样 服装整齐 对不对 而且是要南里分班 那么老前人经过这样的逢风雨雨 种种的打击 从来怎样没有退缩过 所以我们很幸运 在整个一贯到的所有道场里面 我们跟随老前人 还有跟随我们的严前人辈 还有我们的周前人 后来的陈前人 还有现在的黄总领导 他们的一举一动 极致行为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标杆 所以我们老前人非常地慈悲 时时刻刻都抓住那个机会 跟我们做机会教育 后学回想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月上两次的课 早上上了 9点上 上到12点 那我们在同裁里面 有一位 记得印象比后学很年轻 因为后学那个时候 差不多将近30岁 那么有一位学长很年轻 他端茶给老前人喝 递毛巾给老前人 老前人在讲堂 他端来的时候 他就称呼 老师 我现在 老师请用茶 各位学长 老前人是不是我们的老师 老前人不是老师 老前人就是我们的前人 那么当时前人就告诫他 说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你不要马上下台下去 因为他在讲台 他说我跟你讲 老前人在这个场合里面 他非常尊师重道 我就借助他来告诫大家 说我跟你讲 我跟你不是师徒关系 我跟你 我只不过比你早求到 所以称为前人 但是我不是你的老师 我跟你同班同学 我们都是一样 同样 我们都是技工老师师尊师母的弟子 这个事情过来以后 怎么这么巧 因为一个月两次 很快又过去了 那这个时间又轮到 这位学长 端茶递毛巾 他又把茶递到讲台的时候 又称呼老师请用茶 各位学长 前面有一次 第二次老前人会不会再告诉他 老前人就跟他很严肃地跟他讲 他说你不要走 他说你这个年轻人很难教 很难调教 我上一次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跟你同师 同样跟随我们的师尊师母学到 我们都是同学 我不是你的老师 所以我们从这个小小细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老前人对尊师重道 跟道常的这一些伦理道德 非常的遵守 而且借这个机会来教导我们 那么后学今天在报告 孟子跟东都子讲这一句段话 为什么要提这一点 就是让我们说 小细节当中 在修道的 我们要大处着远 小处着手 所以老前人在静德学班常常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在末华时期要修办上天的大道 要大帮助到 要大处着远 小处着手 所以我们的一几手一头竹都要怎样 作为一贯道 世界的这个整个着势里面的清流 所以我们的行为 三清四正 言以态度都要怎样 何无中庸之道 所以这一段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老前人他不断的提示我们 一贯道的地址 不只把一贯道的 性理心法摸清楚 而且要遵从圣贤的教义 要从佛经 或者道德经 清静经 大学中庸 孟子这些意理 作为我们生活的规范 因为我们今天要很清楚 我们在卓士里面 虽然我们一样要上班 要跟社会上的人打成一片 但是我们的行为及时 一定要有 入室的思维 就是要怎样 何而不留 才不会 走到后来 老前人跟老师跟我们提醒 修道不要修几十年以后 只剩下一些金银铜铁 没有一点点的道气 所以道气的韵量 都要从日常生活当中 一点一滴的韵量 所以我们常常 发言 即使思维 都要怎样 遵从圣贤的教导 所以这一篇里面 可以让我们知道 人品品品格方面 人品的分别就从于 取决于我们对人事物 大小的判别 我们如果人事物判别对 走的对 那到后来我们到场就不会这样 混乱 所以后也常常跟一些学长互相便利 实际上走在目前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一贯大的地址内 一定要有实面感 那这个实面感 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思维 因为如果没有透过文师修 三位的成长 我们常常讲说 人要有地匪 要有智慧 但是智慧不是一个名相 智慧是要透过修学 然后才能成长 后学常常也跟各位学长互相勉励 各位学长听这么多的 圣贤的经典跟典故 我们都可以了解 各位学长应当有听过 释迦摩尼佛 在菩提树下 阅赌明星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一段公案 有没有听过 有 那么请问各位学长 你们在加拿大 可能看的星星比台湾的亮 有没有比较亮 有 那么我们看星星 我们有没有开悟 没有 有没有 为什么不开悟 因为有一些异理 我们没有很清楚 你看那个星星 我们小朋友的时候都在念那个歌 童谣 有没有 一闪一闪亮晶晶 挂在天上放光明 有没有 我们都念过 但是各位学长 这一闪一闪一闪当中 闪烁在我们的眼前 也相应出我们能见的见性 所看的这个生命的像 这个一闪一闪是不是生命 就是生命 但是你我的眼根的见性 有没有跟着生命 好像想不起来 那么等一下如果下课的时候 各位学长 你可以拿一个镜子 你家里如果有手电筒 你就把那个手电筒 等一下 一开一关 这个手电筒一开一关 是不是会亮跟暗 有没有亮跟暗 有 但是镜子会不会跟着亮跟暗 会不会 因为镜子就是能照 这个能照就比喻我们的见性 我们的见性就是能照 各位学长 我们想想看 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要重启大提 实际上眼耳鼻舌 各位学长 离我身体上 现在每个人都有六根 因为我们都有求道 后学在这里也跟各位学长报告 三宝新华的书舍 就是从我们的六根 起三根 直起我们的清静灵明的本性 所以在六祖谈经 跟我们讲的很清楚 不是本心的 学法无益 所以我们眼耳鼻舌在造物 造外在的一切的物的时候 当我们眼睛看到 明跟暗的时候 这个像有明跟暗 但是我们能见的体 清静灵明的本心 没有明暗 如果我们跟着明暗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东西我们要慢慢去体验 当你能真正清楚了解以后 我们才可以了解到一贯道 为什么这么殊胜 为什么老师在讲三宝新华的时候 跟我们讲 各教经典为我做证明 可以证明什么 证明一贯道是可以直指人心 可以让我们可以见性可以成活 所以在修学方面 我们这个义礼如果清楚了 我们就可以坚持 从始至终 永无便义 因为这个道真 道真理真天命真 这个道真理真天命真 也不是用嘴巴讲的 而是要我们透过 一礼的心修 让我们可以实证本友 这个本友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感谢天恩事德 如果不是上天老母的恩准 纵然我们能有机会 读得千经万典 但是到后来不一定能是本心 这个东西一定要怎样 因为我们今天讲到 大跟小的差别 那么后学就来讲一个 越略十年前 后学在工作的时候 听收音机 有一位播音员讲一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在尼泊尔的隔壁 有一个地方叫做斯里兰卡 各位信仰应当有听过这个地名 那么斯里兰卡它有一个 因为过去曾经被英国所统治 所以英国人去那里 叫当地人灾种红茶 所以前世间最出名的红茶在哪里 就是在斯里兰卡 那么有一年 斯里兰卡这个地方 产生旱灾 就是联系六个月都不下雨 结果人工栽种的茶树 都怎样 一片 所有的茶树都变成孤枝 就变成了干燥花 干燥花大家知道 就是没有水分的那个花木 那么在这个茶眼的旁边 很奇怪 只有一株茶树 生意盎然 不只是它事业茂盛 而且是怎样 光滑 非常的亮丽 科学家就很好奇 奇怪 这个周边所有的茶树 都已经变成干燥树 怎么唯独这一棵树 能这样的生意盎然 就去请那个灌手 挖土机 从它的旁边 一直挖一直挖 那么后学要提示一个观念 挖下去的时候 我们人工栽种的茶树的根 因为我们人工栽种的 差不多最高不会超过四尺 差不多最高差不多三尺多 这样人好栽种 好栽树这个茶叶 但是这个树很奇怪 茶树 上面如果三四尺高 那这个茶根 就从表面上 往下延伸的时候 就有延伸两尺到三尺深的根部 那么这一树 生意盎然的野生茶树 叫这个工人来挖的时候 各位学长 我们猜猜看 这一树茶树是 人工茶树的几倍深 你们想看看 那个秀玲 秀玲 秀玲 你有没有听到 你在台湾有看过茶树吧 有 你知道 你越来越猜看看 这个茶树挖下去 差不多 这个野生的是 人工栽制的 差不多几倍深 应该是三倍吧 三倍 那么黄班长呢 黄班长你猜猜看 你有没有看过茶树 有 你猜猜看看 这个野生的 它可以深多 根部可以多深 野生的就后学猜五倍 五倍 秀玲是三倍 你是五倍 有没有人猜七倍的 因为严重学长 感染有 感染 他没听到 严重学长 麦克风请打开 我说应该他数有 应该他数有多高 根就有多长 这一树野生的 差不多七十高而已 七十高 他应该也有七十深 七十深 所以经过科学家的 谢谢各位学长的回答 经过科学家的验证 结果这一树 野生的茶树 是人工栽子的七倍 七倍 人工栽子的是三尺 七倍是多少 三七 二十一对不对 对了 那这个三七二十一后学就来讲一个 比较有趣的跟各位讲互斗 有一位三年级的妹妹 国小三年级 他在读数学 算术 那有一天他回来 他问妈妈 他说妈妈 我们今天老师出题目 跟我们考数学 他说请问妈妈 三成七是多少 秀琳 你如果问你 你会跟他讲多少 后学要看他 之前没有学 如果没学的话 后学就慢慢教他 好 谢谢你 那 慧燕 你会不会教你的儿子 就说二十一啊 直接说二十一 你都直接跟他讲 所以人家讲的一句话 就是机会教育很重要 这个妈妈很有智慧 她就跟她讲 那你背看看吧 这个妹妹就背了 一三得三 一二得六 三三得九 三七二十一 三八二十四 三九二十七 我管他三七二十一 我就跟他洗十八了 后学这样讲 各位学生 有没有听清楚了 有 这位学生笑得蛮开心的 意思就是妹妹 我们后学为什么要讲这个案例 我们今天跟那个妹妹一样 在读经的时候 我们都说 我们要修心养性 但是当当 遇到静言来的时候 都忘记什么叫做修心养性 就管他三七二十一 就跟他洗十八了 各位学生 有没有了解这个意思 他说三七二十一 他没关于三七二十一 他就跟他洗十八了 这样答案对不对 错 错 错得很离谱 结果这个妈妈又跟她讲 你这个笨妹妹 怎么三七二十一 你都背对了 还写十八 所以佛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 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所以我们在念心经 也常常在念 观自在菩萨 但是观 我们自不自在 静言来的时候就不自在 没有遇到静言的时候 就很自在 对不对 没有人吵我们的时候 就很自在 遇到人吵的时候 就不自在 就缓死了 所以 今天佛学要跟各位 人报告的这一段 大道落大路 人病不求耳 所以 佛学以刚才那一棵树 这个是实例 这是英国科学家去求证 后来得到了实例的报告 也就是你看 这个树木 我们常常讲说 树木无情 但是树木有事 有什么事 就是我们八世的事 它可以感知 它有知觉 各位学长 你如果常常到山上去看 就可以知道 山上很多的树木 它有一些气根 但当这个树 要灵 会倾倒的时候 它那个树根 会延伸到地上 把自己的树 不能这样撑住 所以 佛经教导我们一句话 很重要 我们在修学大道 在路世法当中 我们要观悟悟当 从观察一切的万路 我们可以体悟到 自信 永恒不灭 这个真理 五年前后学到 加拿大去的时候 跟各位学长见面的时候 可能没有今天这么老吧 对不对 因为一年365天 经过五年以后 已经老了1500多天 但在这老当中 佛经跟我们讲的 这个脸皮都皱了 各位学长我们脸皮皱不皱 皱不皱 实际上在皱当中 我们要悟出不皱 所以佛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皱则受灭 不皱则不灭 这个不皱则不皱 这个不皱则不皱 这个就有性别了 不皱则不皱 就没有性别了 我说这样你敢听吗 颜头学长 颜头学长 你敢听吗 有听了吗 我现在说 鸟跟没鸟 你敢听吗 说我们脸皮的鸟 没有开 颜妈妈 有没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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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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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鸟 没有鸟 现在是年轻的 年轻才不会做 原来是年轻的 年轻的就不会做 但是 原来呢 我们做的孩子 有一个不皱则 就是你我的本性 本性 但是这个本性 不是可以说的 是对你的力军来认证 你眼睛看到做 但是这个能分辨的见根 不做 我们今天说 代替和修替 所以我们常常保持 代替 这个大体 不要让他迷失 当大体不迷失的时候 我们就能 慧命勇气 不会走到后来 变成 我怎么老 实际上老是正常 人一定有 生老病死 释迦摩尼佛为什么会出家 他是身为王子 富贵 万人之上 因为他由事成本 发现四种现象 看到人家生小baby 妈妈生小baby的很痛苦 被生的人也很痛苦 我们走到世界各地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小baby 被人家生出来很高兴的 笑嘻嘻的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小baby生出来都在哭 对不对 为什么生出来会哭 这个有好几种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 我们你我都是一样 在母亲的胞胎里面 因为有好几层的皮 把他隔绝 所以不受到外在的刺激 那么小baby刚刚生出来 离开那个鲍鱼的时候 我们的皮肤很细润 因为大气的压力 产生在达摩祖师宝钻里面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就像你抓那个茅草 从身上把它吃一样 所以小baby要从 洗澡洗澡洗澡 洗澡以后 把他那个衣服包上去以后 他怎样 他才能很安然的入睡 才开始喝奶 这个就是人 第一个生的苦 第二个就是老苦 老苦不苦 实际上也不苦 实际上也不苦 现在的社会 怎样 我们没有牙齿 还可以用果汁机拍一拍 打一打可以 有东西可以吃 那以前都不一样 现在牙齿又可以止牙 老来腰痠被动 走路又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各位一起 互相勉励 在师尊谈道路里面 老师跟我们讲一句话很重要 趁眼未合前 我们要认识我们生 上天老母给我们的 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 如果我们能认得我们本来面目 我们今生今世 就成如老师所讲 我们不白来世间 所以今天浩雪以这一段 来跟各位一起互相勉励 就是我们时时刻刻 要以大体内为重 那么以自己的周边这些生活 我们不要只感受到生活的舒适 而往事的大道普传 上天老母示给我们的这个清静灵明的本性 所以六祖谈经 五祖跟六祖都不断提示我们 直此见性们呢 宜人不可惜 所以修道 学道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样 就像傅大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生前见佛性啊 辨入如来地 所以我们要清静灵明的本心 很清楚一定要试自本心 不管我们年纪多大 如果有机会 就多读一些圣贤的书内 可以让我们怎样 有机会可以开悟见性 等一下时间差不多了 你的生意哦 时间差不多了吧 还没有还没有 等一下师请继续 还有几分钟 还有接近二十分钟 还有接近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还有接近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哦 还有接近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哦 我先不要再说 不然后来 不然后来 前面再说 好了 后面这个 你跟我说公孙头 再说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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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MG 再来 哦 那是什么 好 各位學長 後來再來學習一段 這一段也是在《孟子論》裡面的進行篇 因為《孟子論》有七篇 剛才跟各位學長報告的那一段是告辞 告辞上 那麼這一段也是《盡心上》 實際上孟子的《盡心篇》這一段 各位學長如果有機會還是要我們互相勉勵 互相學習 互相可以清楚了解 就是公孫醜曰 道則高以美矣 遗若登天然 事不可及也 何不實彼 唯可積極而日之之也 孟子曰 大將不畏著功 改慧神夢 亦不畏著色 便其鼓勵 君子引而不花 要如也 忠道而立 能者從之 這是這一段《盡心篇》裡面的一段 《盡心篇》也是跟隨孟子修邪 他聽到孟子在講邪問吾他 求其放心而已 他認為說 孟子你這個道理非常地高 高深藍測 而且非常地完美 遗若登天然 這個儀就像儀式呢 這個儀啊 就像好像要叫我們爬到高空上 但是怎樣 又沒有樓梯 各位市長 我們可能很多人還沒有回到台灣來爬101吧 秀琳 你有沒有去過101 沒有 我下一次小打回來的時候 叫他帶你去 101他用特殊電梯一次坐上去就坐到85樓 後後也帶過我太太去過一次 搭那個電梯要錢的350塊 我們搭350塊是半票 老人票 所以孟子就跟孟夫子講說 你這個道很高深藍測 而且很完美 真的如果能做得到 社會上真的是可以世界大同 遗若登天然 好像要爬高空 但是怎樣 沒有樓梯 那麼後也剛才跟科學家報告 可以到101 是因為他有怎樣 時代的科技 有這個電梯可以坐 他說是不可及 這個是的相識 就好像 好像不可及 不可及就是怎樣 達不到 這個及 在這個地方是做動詞 何不實 何不實 何以不實 就是你為什麼不把這個道 放得怎樣 這個標準放低一點 我這個腳一跨上去 就可以到了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而日滋滋 這個滋滋 就是每天很勤奮 早晚沒有懈怠 這一段就是風孫仇在跟孟子對話說 老師你這個道很好 而且很完美 我們道好不好 很好 可以超生了死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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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信心 有 各位學長想看看 我們什麼時候來超生了死比較好 什麼時候超生了死比較好 隨時都可以 這麼乾脆啊 那麼我們今天晚上研究完了 晚上睡覺都超生了死好不好 明天就不必起來上班啦 好不好 明天就不必起來上班啦 好不好 要不要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今天修道 一定要把這個意理的摸清楚 所以後學出去學習的時候 常常跟學長互動 後學說 那我們今天下午的課完了以後呢 回家回去呢 大家都 很多人說 撬辯子好不好 很多人說不要 為什麼不要 因為那個銀行的錢還有很多 還沒有花 還不喜歡死掉 但是各位學長 我們是不是可以 排定說 我們哪一天可以回家 可以不可以 台灣有一位小鬼你知道嗎 在北投那個小鬼啊 她36歲 她要進去洗澡的時候 結果就怎樣 心肌梗塞 就走了 只有幾歲 36歲 所以超生了死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所謂的超生了死都是 遇到靜跟緣的時候 順跟膩的時候 我們的心不產生 忘生分別跟隨念分別 那你這個時候就可以超生了死 所以超生了死不是一個名詞 是一個是內修的功夫 也是內政的功夫 所以由這一段 我們看到公孫仇跟孟子講這一段 我們可以看到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看 孟子跟公孫仇怎樣對答 孟子曰 大將不會著功 改慧神夢 亦不會著色 便其鼓勵 金子引之 引而不花 要如也 中道而立 能者從之 這一段是孟子內 回答公孫仇 這個大將 大將就像現在公司裡面的CEO 小島CEO應該知道吧 就是領導者 知道 那我們以前在工廠裡面叫做 台語叫做賽虎頭 領班 這個大將就像領班一樣 不畏著功 這個著功就是怎樣 技術很差的人 技術不夠純熟 改慧神夢 這裡面在講什麼意涵呢 就像蓋房子 這個領班遇到一個很粗魯的技工 他跟這個領班講說 領班 蓋房子怎麼那麼麻煩 又要拿尺 又要拿 蓋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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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櫃各位先生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我們臺灣人 男生應該說那個對筋 蓋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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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島不知道有沒有寫過這個東西 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 沒有 有機會回來臺灣的時候 我再拿東西給你看 好感恩 這個義 義就是後義 後義就是商朝裡面 有一位很會射箭 歷史上最會射箭的就是後義 他不會著色 著色就是怎樣 就是邪不來的人 這個著就是笨著 很笨著的人 他要學射箭 又學不來 變其鼓勵 鼓勵就是怎樣 就像那個弓一樣 射箭那個弓 因為那個弓有一定的條件 跟一定的彎度 還有那個他的後薄有一定的尺寸 才能產生彈性 才可以把射箭射得好 但是如果遇到一位很笨著的射箭的人 他說不必那麼麻煩 隨便拿來打一打就好了 這樣可以不可以 是不可以的 實際上這裡面也在教導我們修道 怎麼那麼麻煩 還要遵守活歸禮節 就只要我高興就好了 還要遵守什麼活歸禮節 還要男女分班 但是各位學長 我們上天老母師尊師母會定這些禮節 就是因為將來這個一貫道場的會命的傳承 如果我們不遵守歸期制度 將來這個制度 會命就會斷層 就不能永續傳承 所以忠道而立 所謂忠道 就是不偏長短 也不偏長跟段 才叫做忠道 所以如果有所偏頗 那就不對了 所以我們今天修道 忠道而立 忠道不是忠立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忠立在歷史上是被批評的 忠立是這樣 人家說 牆頭草 風吹兩邊倒 這個是忠立 但是忠道而立是不一樣 它立於忠道 但是兩邊不止 那才叫做忠道 不止於有也不止於無 如果你直無就變成空 直有就變成執著 所以能者從之 這所謂能力 就是能力所及的能力 那就順從這條路來走 到後來他都可以怎樣 達到大將跟後裔他們要求 所以後裔常常跟學長互相勉勵 可以講 我們有沒有讀誦《彌勒真經》 有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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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彌勒真經》的第四季怎麼練 從第一季開始 天真收元掛聖後 等待十字點神兵 再來呢 年花應 正好三圣 不正太物其徒 天下神鬼母安寧 親在仁天 中華母 久連聖教歸上聖 也來講《彌勒真經》第四季 就是 corpses年花應 正好三圣 为什么要考三圣 因为这个是有典故的 因为达摩祖师当初把道传到震旦的时候 当时不叫做中国 当时的环境叫做震旦 所以他传了四个地址内 他说我的话言已毙 我要回到印度 那你们来这一段时间 我跟你们教导这么多 你们来说一说你们的心得报告 那么第一位就讲了 老师你传的这个道不可思议 非常的奥妙难言 他说好你得到我的皮 第二李总持又讲了 老师你这个道不可思议 他说好你得到我的肉 第三位又讲了又做心得报告 老师跟他讲说 你得到我的骨 那个第四位是慧可禅师 他就出列 他一句话都没有讲 出列以后三败 就又归位了 结果老师跟他讲了一句话 你得到我的锤 所以后来呢 十八代 十八代祖师里面的第五代 所以才达摩祖师讲 一花开五月 所以各位讲 一贯道的性理心法 就是在验证我们今天 对道所提悟 成就的波瑶妙志 是不是可以从六根里面 执起我们的本源 可以让我们怎样 可以见性 明心 所以一贯道的意理 非常的深奥 但是不是难懂 是要怎样 用心 就像那一株茶树一样 你如果用心 可以讲树根比较利 还是我们的爪比较利 手指头的爪 指甲 指甲是不是可以挖土 可以 那我们的指甲比较利 还是树根比较利 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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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根很厉害 他知道下面有肝拳 所以赚了多身 赚了21尺 所以让他生命盎然 那么我们如果今天 也可以用七倍的功夫 有一天我们也有机会 可以开悟见性 那么时间到了吧 话讲就差不多 差不多了 那么后学今天出前的报告 就学习到这里 今天跟各位讲报告的 就是说 公督子跟孟子的对话 还有最后一段 就是公孙仇也跟孟子的对话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 我们为什么要进圣贤来学 进圣贤学可以让我们 在心性方面更清楚更明白 好了 后学不圆满的学习的报告的地方 请我们的核联师 还有各位大物助理多多执政 以上谢谢大家感恩 下一次有机会 后学在学习报告 谢谢感恩学习 可以啦可以下课啦 可以不可以 你们下课 但是还没有下课 报告 蔡典安师 接下来我们 你们还要唱诵明乐证件 还没有 接下来我们请和 某典安师 慈悲结班 做结班事 结班收缘 好 再谢给后学三分钟 我要简短的 蔡典安师 我们超次班长 我们助理 我们各位全联大德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们这次感谢 厉害 厉害 感恩 我们线上的 来自于西雅图 温哥华 卡加利 多伦多 美国 王伯伯在美国 大家共聚一堂 如果这次 没有这个疫情 真的讲一个 实在要 范围这么广 要各位 都来多伦多的一个佛堂 还是到 卡加利 还是到 温哥华的一个 佛堂 也可能是很难的 一件事 不是不可能 但是呢 虽然这次的疫情 带给我们 又有一个 学习 产生的一面 我相信在这样 大家熟悉了之后 我相信不亚疑 有时候 你到佛堂 专注 到这个地方 也能够专注 但是后学感到 我们在座各位 既然有这样 上天慈悲 用这个知 讯息给我们听 我们还是要秉持 一个听的原则 叫做怎样 要专注 就是在家里 我们很容易 明白一件事 在家里 好像说没有人看 我就随随便便 可能脚翘起来 其实你看看 后学每次在开班 你看我跟你各位 我不会随便穿衣服 我还是 几乎来讲 都还是用制服的方式 像我昨天晚上 都很冷 但是我还是穿着 白衣的制服 所以怎样 耶稣自己 像说我们和尚 穿着袈裟 看来是他的借力 但是怎样 最起码他的行为上 就不会有凌乱 但是我们在家里 如果能够耶稣自己 好没关系 你在旁边 知道说我现在 附的一个半小时 我查把它端好 其他的那个声音 尽量就是 那个手机电话 尽量减少的这范围 我们专注的听 我相信这个专注的听 能够事倍功半 那如果因为 我们在佛党这样 你不可以乱跑 你脚不能翘起来 你不能有什么的 那个啊 就不会有对话 在家里可能是要怎样 小孩子过来 跟你打打散啊 还是怎么样 打散呢 所以无形中 我们的精神会散开 所以后写是取行 不管在任何人 在家里的讯息 这个资讯呢 你能够专注呢 你会听出这个意理 是不同的 一定要专注 既然上帝给我们 有这么学习 这么好的机会 大家都能够在 已经很方便啦 你坐一个车子 有个一个半小时 像西雅图要到温哥华 也要坐了一两个小时 他们都用心来听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